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他又转眼成了蒋介石的心腹 据说那是再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主 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被冯玉想给包围了 当时韩炼成负责截断蒋介石的退路 他带着一批人冲了上去 眼看快到蒋介石的藏身之处了 韩炼成却犹豫了 他发现蒋介石虽然很狼狈 部下却依然对其忠心耿耿 大伙用人墙保护着蒋介石 看到此情此景 韩炼成突然善心大发 给蒋介石让出了一条通道 而且一不作二不休 他居然命令自己的手下 向冯玉祥的部队开火 帮助蒋介石脱身 据史料记载 这件事情过后 蒋介石对韩炼成是感激不济 说他是自己最信任的人 还特意下了一道特殊的手语 让韩炼成瞬间成了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毕业生 让他由一个砸牌军人 瞬间变成了科班出身的专业军人 从此以后 韩炼成一直跟随在蒋介石的左右 为其安前马后的忙碌者 由于得到了蒋介石的过分信任 他引起了杜玉明和英勤等人的不满 后者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调查他 诸涅了 据史料记载 有次杜玉明抓到一个人 此人自称是地下长 并交代说韩炼成也是特工 杜玉明很高兴 立马将人和贡司送到了南京 可韩炼成却在蒋介石面前 哭了一把鼻涕 一把泪子 说是杜玉明污蔑 弄得蒋介石也怀疑是杜玉明居亲 叵测了 到了1947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韩炼成 他的身份让人越来越感到怀疑 连蒋介石都有些坐不住了 派戴利暗中调查韩炼成 此事不知道为啥被宋美灵知道了 也许是不想蒋介石乱杀人吧 他将此消息透露给了韩炼成 后者便借着来吴之战的机会 带着自己的部队起义了 借此离开了蒋介石 不巧的是 韩炼成不知道为啥 后来又被张志忠给抓住了 蒋介石知道后打电话给张志忠 说了对韩炼成的怀疑 并提到了宋美灵透露消息的事 张志忠听出了蒋介石的花外之音 便立马放了韩炼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